大家好,我是Shop 今天的影片想分享給大家聽平日早上的護膚程序 之前有朋友在Instagram問過我護膚程序的事情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一開始起床的時候我會洗臉 洗臉時我會用冷水 開到最冷的地方就開始洗臉 早上有時候如果我需要多點清潔 我會用洗臉的泡沫 如果天氣比較乾燥 如果想比較乾燥的話 我會用洗臉魚 其實這兩種我會看當日膚質的情況 洗臉的時候 都是由下面開始做到上面 但現在我比較多的是我會用洗臉的時候做按摩 因為洗臉的時候 臉上是最多水 最濕潤 亦有泡 其實它可以幫助你去分開所有的動作 會卡住 洗臉的時候會怎樣呢 首先我會做一個按摩就是這樣 用這個位置和手指的位置 去打開自己的下巴 幫助這個位置 頸部去水中 通文巴 另一個就是我會用中指 去按一下這個位置 在眼睛和眉毛中間 你會感受到骨的位置 我會這樣打圈的按一下 整個這樣看 有時候我會這樣 好像力度會好一點 我會拿著手 在這四塊骨 四塊的手指骨 這裡 放在自己的臉上 應該有一個骨 我會放在最裡面 然後這樣按 按到食指 按到最側邊 尾指 按 這樣 這個也是我很常用去按摩臉的方法 洗臉的時候 大概會做一分鐘 分半小時的按摩 然後我會用冰水洗臉 洗完臉的時候 我會在雪櫃拿一顆冰 那顆冰就會在我的臉上 開始滑爐 人家在美容院拿一個 嘴幫你做按摩 那你就自己拿著那顆冰 然後打圈打圈打圈 特別如果有暗瘡的皮膚 又或者你覺得 它好像快要起暗了 或者剛剛 肝瘡快要好 又或者在一個毛孔粗大的地方 我會特別滑爐 例如鼻膏的位置 我知道鼻膏的位置 毛孔會粗大一點 所以我會用冰 留在那個時間比較長 那 我自己比較喜歡 我會徒手拿著冰 那如果一隻手 太過冷的話 我就會轉另一隻手 如果你覺得 冰對皮膚的敏感度有影響 或者覺得很冷 那可以怎樣呢 你可以拿一個化妝棉 又或者一條乾淨的毛巾 去包著冰 然後再滑 這樣也可以 那這個算是我一個小秘密 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是令到皮膚的光澤感 細緻度 還有換成皮膚是非常之好的 一個差不多不用錢的用具 就是一個冰 冰 對 完了之後 我就會上一個護膚水 要麼用手上 要麼用化妝棉上 上一層護膚水 去幫助皮膚去吸收 另外呢 之後我就會用化妝棉 然後呢 化妝棉 這一樣東西 亦都是去 DEPEND ON 我那天的皮膚狀況 那如果我覺得我那天 是OK的 沒有什麼的 我會用一隻 幫助去水中 還有一個 DETOX 現在很多 化妝棉都會有DETOX 那我會用那一種 讓我一點輕微的 把肌膚拍上 如果那天 是比較乾的話 我會用一種 水分的感 比較重的 可能是保濕比較重要的 又或者呢 我那天起床發覺 黑了 或者那些斑 好像深了一點 的話 我會用一種 美白的SERUM 以上這幾種SERUM 其實是 都是DEPEND ON 我的皮膚的情況 去塗的 所以我沒有溶死一種 對 這樣 然後呢 如果呢 天氣比較乾 冬天天氣 那我會 在SERUM裡面 加多兩滴的Oil 因為我本身 我的膚質 是比較乾的 所以Oil對我來說 是很吸收的 所以我很喜歡塗Oil 塗完SERUM Oil 然後呢 最後呢 其實我會DEPEND 那天需要出街 如果需要出街的話 我有機會 我會直接塗一個 50度 或者30度的防曬 上去 因為 我自己覺得 本身 因為防曬始終 質地比較厚 其實它 亦都像霜 所以 我就會skip了霜 直接塗防曬 我會覺得那天的皮膚 會不會太油膩 不會太厚 很厚 在臉上 對我來說 保濕程度也不足 但是 如果我知道 我那天 留在家裡的時間 比較多 又或者是 完全在陰天下雨 的話 我就會 塗完SERUM 塗完Oil 之後 我就會塗Cream Cream 亦都很DEPEND 上天氣 和自己的膚質 如果 我覺得我膚質可以 我會用一種比較輕身的 保濕GEL 這樣塗上去 就可以了 因為 皮膚上 已經有兩樣東西 在上面 其實 有機會是不需要塗那麼多的 但是 如果 天氣比較乾 尤其是 像我之前 去外國 的時候 我必須要塗一個 比較重 的 Cream 那隻Cream 塗上去 你會感受到 它好像真的 封死了 剛才所塗的 SERUM 上去 所以 這個就是我的 SKIN CARE routine 之後再塗一個 防曬 就是這樣 如果有水浴的話 那就 應該差不多了 重點 第一 我會用 凍水洗臉 第二 我會用 冰 去塗一塗自己的皮膚 尤其是 有問題的位置 甚至 在黑眼圈的位置 我都會塗多幾轉 第三 就是 我會選擇護膚品的時候 我是很 DEPEND上 當日的天氣 我那一陣子的皮膚 錯誤放 所以 我會有不同 就算是同一隻 比如 洗臉 我都會分開 分開 有兩隻 我會選擇 SERUM CREAM 亦都是 所以 以上就是 很簡單地說了 我的SKIN CARE routine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問 對 因為我有時收到很多的DM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可能有同樣的問題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你們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問 我可以在下面寫我平時所喜歡用的產品出來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SKIN CARE routine 亦都每個人的皮膚是不同的 所以 很推介大家去看自己膚質的情況 而去應用一套護膚品 不需要一套護膚品 一定要用完才買另一套 你可能有兩套在 一直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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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皮膚的吸收 你知道皮膚需要什麼 你塗什麼 其實皮膚的吸收會更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見 多謝 多謝